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夫人 不知道今天涨停满的股票你有没有 那很抱歉 你像我们上礼拜跟你讲说 我下去买银业打 结果被骂了两天 今天还我一个公道 今天拉到涨停满 感谢啦 因为你要搞清楚 打下去的过程中 外资投心拼命卖 对不对 内外资法人卖了快十万张 讲一句比较难听的 如果被人家接走 全部被接走 音乐达这种股票 是三四百亿股本的公司 不是介绍小股票 当然你会说 老师 今天人保 你看人保也涨停 人保涨了好几天 那我问你 人保是不是也是笔电的代工 是嘛 对不对 那宏基 宏基今天拉到涨停满 也是涨了好几天嘛 对不对 那凭什么跟我讲 音乐达他也是笔记型 他也有笔电啊 为什么他在这里 为什么他不能一路喷 他现在还有IP呢 对他不是AI而已 他还IP耶 所以我说有时候 投资人看到说 老师你介绍股票好弱 怎么样 对了对了 你介绍最强 你们家 你自己买的都涨停满 你们老师都涨停满 讲到这里 你就自己要去觉悟 有些东西 我就稍微提点一下 这样就好了 你像之前有一支股票叫材料 三四百块涨到一千多块 那每个月的业绩都创新高 结果创完新高之后呢 很多人 很多观众朋友就去买一千多块 那现在剩下七百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在搞这个材料的这些人 把材料搞到一千多块以后 很多观众朋友就去做人家 韭菜嘛 对不对 被割了 被人家去当材料了 结果呢 这批人呢 赚了一笔钱之后呢 他就去跑 跑去买金利科 你就看一下那个高低点 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这一波呢 又把金利科从九十几块搞到 两百多 两百六 两百七了 你要小心一点 下一支材料就是金利科 因为你去看进出表 就知道都是同一批人在进出啦 那我是希望你 要赚钱的时候啊 先避开灾难啦 不要怎么 老师啊 我的材料怎么办啊 怎么样啊 我之前看好几个老师在电视上讲 讲你的客人阿公 你要有赚到才是真的啦 不要骗了啦 懂我意思吗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你看那些人出多惨 观众朋友 他的会员全部都买了一千多块 现在剩下七百 我跟你讲过于真的剩下六百 不信大家等着看 老师 股票市场我跟你说 应该赚钱很容易哦 是吗 我们是看得懂 可是有些东西 我们就不方便 给投资人太难看 你知道吗 你去看哪个老师去套牢哪些股票 你输那么惨之后 你要找他算账啊 你怎么找他找我呢 干我什么事啊 你懂为什么 我们看得懂 我们只会冷静的跟你讲说 你可以不要碰的话就不要碰 对不对 这样也不行嘛 我们不想挡人家财路啊 你懂不懂 那是人家谋生的财路啊 关键战报 你不要到时候什么材料下来以后 换经历科下来的时候 你就说哎 老师啊 他们下一支要做什么 哦 你好像都知道 你为什么不做筹码面的分析呢 那AIPC今天又成为多头的主流啦 他有量有价 AIPC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在炒仁宝啦 炒红基啦 甚至连华硕都在涨 甚至连华硕都在涨 那你就看嘛 这几支就差一个什么 就差音乐达而已嘛 对不对 双A加两个代工的大厂 就是涨这些不然 对不对 更何况音乐达 外资法人 投信法人卖那么多了 谁卖走的 你以为是像你 你今天买明天就卖了啦 不要骗了啦 你根本就赚不到他的钱 加油啦 那点到为止就好 不要挡人家财路 美股是一路创新高啦 那似乎没有收手的迹象 就像很多人在说 啊那个 赖皮啊 赶快把那个 那个违键拆一拆这样就好了 怎么拆啊 他花这么多钱 盖了个花园 对不对 然后他不是前面那一栋 是盖 是那个违键而已 他后面还好几栋连在一起耶 投资朋友 他旁边还做了一个小桥流水 拜托里面还养井里耶 人家网路上面的人都在说 啊用空拍机这样一看 哇真的有点像龙穴耶 花这么多钱 对吗 他老板看公多可能 他搞不好连他爸 一面都没见过 哇多可能 给他家的多可能 别再骗了啦 你懂我意思吗 别再骗了 大家都看得到 没交税 又违贱 又乞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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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 今天涨停板耶 今天盘中拉去涨停板耶 钱把它赚完放在口袋里面才是真的 不要试图去觉得说别人怎么操作很好笑 你根本就不知道个什么毛 你了解什么 你像今天伪创94块 我不是跟你讲吗 到箱形的底部的时候你要买 我以为没买最低啊 那时候啊 90块5啊 90块6 没有买在最低啊 也是被人家嫌 啊老师啊 你都常常推荐一些小型股 真正推荐那个几百亿的 你反而不敢买 看得懂 你要实际要对啊 对不对 你要实际要对啊 什么时候涨什么样的股票嘛 你最近钢铁股涨很凶 我没有钢铁股啊 我看不懂那个报价啊 所以我就没有推荐钢铁股 对不对 航运股我是看好 省庄航运的正德而已啊 我没有看多很多股票 你像PCB我也是看好雅电而已嘛 因为你要这样看嘛 今天雅电如果天天涨平板的话 那是我不对 可是重点是 它就是整理很久 那有特定的人去把它拉起来 它拉起来一定有故事 这样上来两成 它在这边做整理 创新高之后押回 对不对 它这边也是创新高押回 创新高再押回 那你要去看嘛 这边买的人跑了没嘛 对吧 这边买的人没有跑 那未来还是准备创新高嘛 那第一档我没有买到是真的啊 那就是等它创新高之后押回 不然你 对不对 不然你还怎么操作 每天秀长停板 每天撕一张图卡给你看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我五年前 我十年前跟你讲 这档股票可以 我还播VCR给你讲说 你看你看十年前 你信吗 早卖掉了吧 你信也早卖掉了吧 卖掉一万次了吧 对吧 自己要加油啦 因为有些东西那是 手法不同啦 你最重要还是要赚钱嘛 押回买嘛 不用急 押回买 你说老师最近散装航运 已经连续跌了好久 什么时候会涨 我跟你讲 股票人家买完以后就开始涨 就像最近长荣海运在涨 股票人家买完之后 就开始涨 奇怪 那前一阵子还看九十几 一百块 现在一百四了 航海王 航海王 对吧 你事后来看就是 航海王 这么厉害 早知道我也买 早知道我就怎么样 原来 违贱可以不用缴房屋税 可以不用缴地价税 可以耍赖 别人都要拆 你的都不用拆 因为你有权有事 所以就不用拆 是这样的吗 中华民国都是纵容这些人 在那边恶搞 你认同吗 你认同吗 我不认同哦 就像你不是很多观众朋友 不是很认同我推荐股票 对啊我今天掌停板 那怎么样 认同了吗 再看看嘛 对不对 明天再掌停再说嘛 再掌停我再来追 那问题就是在于你 问题就是在于你 要有是非观念 观念正确 相信我能帮得了你 你只要心态好 态度放轻松 我觉得我都帮得到你 我们明天见